美国总统拜登4月8日公布任内首批控枪措施 包括有美国司法部在30天内出台新规 减少市面上自行组装且无序列号的幽灵枪 要求司法部门出台年度枪支报告 为立法者提供更多决策建议 规定配有稳定支架的手枪被视为步枪 指示司法部发布红旗法范本 以便在枪支暴力现象较为严重的州出台 红旗法石作为参考 任命支持枪支管制的大卫齐普曼 担任美国烟酒枪炮及暴力物管理局局长等 拜登直言 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已成危及公共安全的流行病 导致每年2800亿元的经济损失 并令美国在全球陷入尴尬 在这些措施之余 他呼吁国会两党从立法层面解决枪支暴力 并指出这不是党派问题 8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通知 呼吁美国公民避免所有前往加拿大的旅行 通知中提到 由于加拿大目前的情况 即使是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 也可能有感染和传播新冠变种病毒的风险 如果您必须前往加拿大 请在旅行前接种全部疫苗 所有旅行者应佩戴上口罩 并与他人保持6英尺距离 避免人群并洗手 根据目前的措施 除了基本服务和加拿大人返回加拿大等少数例外情况外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大部分地面过境点都被关闭 美国商务部网站8日发布公告宣称 将天津悲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深圳市信维微电子有限公司等 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所谓实体清单 声称 因其从事的活动有备于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 破坏军事现代化的稳定 针对中国企业在美营商环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曾强调 希望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为中国企业经营投资提供公平开放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近日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疾病 目前已有4人死亡 近100人住院 印度官方目前已启动调查 疾病爆发后 有人怀疑是饮用水受污染导致 不过印度卫生官员日前走访了疾病爆发地 收集了当地饮用水样本并送去做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当地饮用水有经过适当处理并未被污染 印度卫生官员怀疑疾病爆发与参甲食品有关 与此同时 他们指示当地政府定期清洁除水箱 确保饮用水安全 8日 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中国江苏扬州宜征市开幕 本届市园会以绿色城市健康生活为主题 包括中国园林文化馆 四合院花园馆 中国花卉艺术馆 国际园艺馆和开幕式和闭幕式馆 五个核心展馆 总体形成一轴两脉五心八片区的空间结构 26座国内城市展员与13座江苏城市展员连成一体 而25个国际展员带来的则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友好祝福 收汁 5分钟 增距 3分钟 谢谢观看